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世音 佛达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他有大威神力 种种的把苦与乐的功德 所以叫做观世音 所以他的结 就是在第一个问题的结劝 是劝持明 以观世音名号 有无量无边的威神之力 所以受此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他的福德功德就很大 把第一个问题 我们在上一次说完 那么今天开始就是第二个问题 四番问答 大家请看一下经本 第194页 倒数第二号的地方 五金与菩萨白佛言 世尊观世音菩萨 云何由此 娑婆世界 云何而为众生说法 方便之力 其事云何 这是五金与菩萨所问的问题 那么他请教佛 问观世音菩萨的三轮不思议化的事业 那我们看到他的这个问题里面 就像上师所说的 他在一来问问题的时候 他不会说 五金与菩萨白佛言 观世音菩萨 云何由此说法世界 没有 他一来还是要先呼一声 世尊 世尊很尊重的 要请教问题的时候 先称呼一声 世尊 然后他下面 第二番问答里面 有三个问答内容 问云何由此说过世界 有三个云何 云何而为众生说法 方便之力 其事云何 所以就是问三夜 那第一个云何由此说法世界 这是问深夜 游 所以他用的这个字是游 什么叫游呢 就不是住在这里才叫做游 我们讲说旅行 叫做游玩 那出家人 如果在外面就叫做云游 就表示说他不住在这个地方 到十方去叫化 这里面呢 就要让我们思考有个问题 菩萨来说法世界 是由此说法世界 那么他本来住在什么地方 他没有说出来 但是我们去思考一下 观世音菩萨来此一游 那他本住何处 然后要问说他的口业 云何而为众生说法 深夜来此 主要是为众生说法 那怎么样为众生说法 使众生能够离苦得乐 究竟泄陀之法 要怎么样展现 然后方便之力 其事云何 这是问异业 所以游众生里面有 巧妙全食之法 那他是怎么样的运用 这个是佛菩萨的 三轮不思义化 身轮 口轮 跟义轮 身口 义 这三个工具 如果是我们众生 叫做三业 身业 口业 义业 为什么叫三业 因为众生依身口义来造业 制造很多善业也好 恶业也好 那是叫三业 那菩萨呢 他不是造业 他不化众生 他叫做三轮 所以菩萨的身口义叫做三轮 轮的意思叫做运载 就像车轮一样 用身口义的妙用 普在众生 出生死 所以叫做轮 那么三轮呢 就有不可思议的作用 叫做三轮不思议化 所以第二个问题呢 其实就是问菩萨的三轮不思议化的内容 那么这一段跟前面的比较 就是众生跟菩萨之间的感应问题的话 在玄义 就是观音玄义里面 智者大师他有说 我们看一下讲义 前问何缘得名 就是第一个问题 是问观世音菩萨 以何因缘 明观世音 就是问这个 那佛答 看佛的回答是 众生三叶 险基为净 就是众生呢 用明显的 这个感 用明显 奇感 那这是很显 就是你在火难 水难 刀兵 冤贼难的时候 你是很明显的呼喊出 菩萨的名号 这是很明确的 大家也都听得到的 这是众生三叶 险基为净 那菩萨的回应呢 是菩萨用法身灵制 就是用法身报身合一的 敏气为应 所以菩萨的救度 闻生救苦 那他的救苦里面 他可能是显应 他也可能是明显 就是他来救苦的时候 他不见得会现身 你得救了 但是你不见得会看得到 佛菩萨 所以是明气为应 所以救众生来说 是显基 救菩萨来说的时候 是明气 就是明显 暗中的加持 那这两个的感应呢 是静置因缘而得明眼 是用众生的境界 苦境 然后用菩萨的智慧 来两个相对应 因此呢 叫做观世音菩萨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 刚好明显的感应 刚好完全相反 经问 云和尤等 就是问三个问题里面 佛下面要回答的 谱门视线 三十三应身的视线里面 是菩萨以三页显映 就是他有现身 菩萨显现出来 那映众生的敏基 他视线在世间 用各种身份 说中中法 是很明显的 可是呢 不见得你有求 是你因缘到的时候 他就得度了因缘到 他就视线了 所以在第一个问答 问得明因缘的时候 是众生主动求救 发动力是众生 你如果没有呼的话 菩萨的威就没有应 这个是众生感应 那个感是众生主动的 那第二个 这个问云和尤等的 主动权是在什么地方 在菩萨了 就是菩萨看到 这个众生 他的善根已经全熟了 他应该得度了 他呢 就度不失实 他的硬化 他的度化呢 他不会失去时间的 从此你没有求他 他也会主动 所以这个两个 明跟显 感跟硬 刚好 第一个问题跟第二个问题是 有相反的一个互动力 那么在记 玄义记里面 就知理大师的玄义记里面 他说 在第二个问答当中 他只说 菩萨以普门视线三叶显应众生的敏机 那没有说众生的敏感 没有说众生的感应的问题呢 他说 不说众生三叶所修之相 你怎么能够感应 因为他是敏的 是暗中的 你自己都不知道 然后居然呢 菩萨感应到这个众生 对那个众生呢 就完全没有相对力 那这个就是说 不说众生三叶所修之相 此由恕善敏伏再还 我们几个例子来说 譬如说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 那个东兴大楼 东兴大楼 很多人都遭难 那当然呢 也有那个兄弟呢 后来蒙观世音菩萨 他的护持 然后引导 使他们能够拖难 那在这个当中呢 为什么有的人他会受难 有的人 他就可以得到菩萨的险加 那这不是菩萨偏心 这里面就是众生的根基 众生的根基里面 是有你过去生 就是树上敏伏在怀 我们自己本身都不知道 但是你过去生 你就有修这个的福德因缘 跟菩萨有这份的相应力里面 那你忘记了 你不知道了 你没有显现出来 但是菩萨都完全了解的 所以叫做敏激敏感 那他不说众生善业所修之相 是树善敏伏在怀 所以那个感应一定有他的因果 只是我们看不到 我们只是想到说 为什么现在没有得到果报 那在过去生所修 都要算在这个修行的 不可思议力里面 他永远都是存在的 所以乃至能敢固约敏机 所以在第二个普门视线里面 众生是敏激 菩萨是显感 那么这里面也告诉我们说 得到菩萨的显感 是因为你过去生 有修到种种的 不可思议的善根因缘 那这些善根因缘 在法界当中 因为它是无露种子 所以它不会消失 纵使生命已经没有的 但是它是存于法界当中 所以它都是永远 它是有效的 所以这个是讲到 我们视线的这一个部分 所以下面就会回答 菩萨的三轮不思议化 也就是我们一般都会知道 菩萨在守龙经里面讲 是三十二应生 可是智者大师呢 他当时守龙经还没有来 那他根据这个普门评里面 他所说的是三十三应生 或者我们讲叫三十五生 这个就是人非人 他说分开来就是三十五 如果人非人放在这个 前面的这些人的那个部分的话 那就是三十三应生 那不管三十三 三十五或是三十二 这个数目 那文有开合 义无真减 各种的身份 总共来说是十法界身 菩萨可以用十法界的身 来度十法界的机 所以才叫做普门 就是全部都可以开 这个普门得度的因缘 这个是总说 十法界的身 来度十法界的机 那我们还没有进经文里面 我们先说一下 就是三轮不思议化 在经文里面 就献 献种种身 那种种身 他的穿插的这种 不可思议的互动因缘当中 他不是那么挨板的 所以身业的献行 身文不可思议化里面 有可能是一戒身度一戒 有可能是十戒身度一戒 或者是一戒身度十戒 十戒身度十戒 上面那个就是菩萨的身 下面那个戒就是众身 有可能他就是用 譬如说用身文身来度 其他九法界里面的任何一戒 就是一戒身度一戒 而也可能有的众身 他必须就是一戒 这个众身是一戒 那他必须要要十戒身 才能度他 才能把他度成熟 所以他要献十戒身 才能度一戒 那还有就是一戒身度十戒 就是菩萨献一戒的身 来广度十戒的众身 在同时 那我们看华音经 华音经在极灭道场当中 如圣纳佛 辟圣纳佛里面 他当时的说法 那当时说法当中 有天龙八度 有菩萨 就有各种法界的众身 都在那个地方 那就是一戒身度十戒 同戒一佛身说法 那如果有更复杂的 就是十戒身度十戒 那他变化就很多 十戒身骗入诸道 各令得见 同其形象 而为说法 这是四六解 这是身伦线形 线的那个身相 就有很多种 那口的说法呢 口的说法 有可能是一种法 为一人说 你必须要用什么法 对你说 那对你只说一种法 对你只说六度法 或说四色法 这是一种法为一人说 或者是一种法为多人说 就我们同大家 这么多人在这个地方 我们都在说这个法法经 就是一个法为多人说 或者是多法为一人说 那善才童子不是善参 善才童子是一个人 可是他参很多的菩萨 那每一尊菩萨呢 就对他说了一种法 就是多法为一人说 再来就是多法为多人说 度话说法 其实他也变化很多 这是口轮的说法 那三轮不思议化 后面在对应经文的时候 就会说英语 譬如说英语佛生 而为说法 极限佛生 那这个英语 前面那两个字的英语 那个英语是什么呢 就是回答他的方便之力 就是意语 必须要献什么身 说什么样法 那是要用什么样子来见机呢 就是要用意语来见机 关机斗角 所以应该用什么身 说什么样子的法 不能固定的 所以每一个人得度的英语 得度相应的法 菩萨都知道 那我们不能用一种法 就是用一个法 就是大家通通用 那根基不一样 度化众生 就是每一个人并不一样 病的时间长度也不一样 然后复杂性也不一样 菩萨要度化众生了 他必须要用很多的方便之法 那应该用什么法 限什么身 他就会来相对应的话 那个应该的那个应 就是所视线的身 所说的法 都会相应的 那个意 那就是意语 有回答 吴静怡菩萨的方便之力 所以这个问题 吴静怡菩萨的第二个问题里面 问三个 那问三个里面 在佛的回答当中 其实每一句里面 就三轮 不是一话 全部都包括在里面 都回答出来了 那所以这个是后面 三十三生 十九说法 那把它分作八类来说 我们看那个经文 195月的第二号 佛告吴静怡菩萨 善男子 佛相呼应的 吴静怡菩萨 他要问之情 要用一个称呼世尊 那佛要回答的时候 他也不直接回答 你看他也称呼一个善男子 彼此都很相应的 下面他说 若有国度众生 应以佛身得度者 观世音菩萨极限佛身而畏说法 应以披治佛身得度者 极限披治佛身而畏说法 应以生文身得度者 极限生文身而畏说法 这是应三圣 那么应该是六凡四圣 为什么只有三圣 因为菩萨的单位 就是菩萨身 所以菩萨身就不说了 就是用佛身 披治佛身 还有生文身 来度化 用圣人的身份 那我们在这个 33生当中的这个解释 我们就很快的消稳过去 像太序大师的话 他根本只有把那个经文 就翻过去了 连解释他都没有 那我们还是把文里面 可以说到的部分 比较重要的我们提出来说 那么佛身如果应该要献佛身 来为他说法的话 那观世音菩萨就献佛身 那献佛身可能对应的 是对应菩萨 乃至于对应到其他九界的容身 他都很可能 也许你是一个畜生 可是你应该要用佛身来得度的话 那只能善根因缘不可思议 他有可能 所以不是那么哀板说 处身到的众身就献献献身到 然后应该用小王身 然后就献小王身的身份 所以这个互相的那个对应里面 我们前面讲它变化很多 那我们以单位来说的话 献佛身 所说的法 所说的法就是成佛之法 不管世教里面 他还有账通别缘的佛 可以正道佛道 可以用六度来修行的 圣经之法 那么他都用献佛身来说法 那第二个披之佛是圆绝 圆绝身 那第三个是神闻身 圆绝的话 一般来说我们就会说是说 十二因缘神闻身的话 就说四地法 相对应的法来说明 那这个四地十二因缘六度法 我们就不再说了 这个大家第一个也应该很熟 第二个我们的世界也没那么多 慧老他在这个地方是圆绝十二因缘 他是一个一个说 甚至他还十二因缘里面 他讲三四因缘 他还讲因练十二因缘 种种的法的法义内容 不过我们要方便善巧 我们的时间没有那么宽松 所以我们就留待自己 研教或者是其他的场合里面 可以了解 不过这个是佛学常识 就是披之佛是圆绝 五十二因缘法 那这个是应三圣 再下来第二个的是应六天 就是菩萨也在天道度化天人 天人众生 下面讲 因以凡王身得度者 极限凡王身而为说法 因以地势身得度者 极限地势身而为说法 因以自在天生得度者 极限自在天生而为说法 因以大自在天生得度者 极限大自在天生而为说法 因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 极限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 因以皮沙门身得度者 极限皮沙门身而为说法 这是应六天 那么我们在六天当中 他是用四个段落来说明 那就是包括所有的天道的众生 他都在这里面涵盖 那第一个他是凡王身 因以凡王身 那凡王身是色界第一层 凡王 那第四身是玉界的第一层 自在天生是玉界的最高层 叫做他化自在天 那大自在天生是色界的最高层 比如说摩西首罗天 那个是色究竟天的天王 叫做大自在天王 那这四个天 他就是用玉界跟色界的 低层天跟最高层天 把中间的统统包含在里面 他这文字也蛮善巧的 这个中间就已经把玉界天 跟色界天的天人 都已经包含在里面 然后另外他特别讲 那个天大将军身 那天大将军身就是表示 是天上的大将军 不是人间的将军 那就是四天王的武将 然后毗撒门身 是四大天王当中 他用北方的多文天王 来涵盖四大天王 举一例里面说明 这四大天王都在 菩萨献身的可能范围之内 来做应六天 来包括所有其他诸天 观世音菩萨可以见机 看到这些天人 他们应该用天身来得度的话 或者是其他界的众生 他可以用天身来得度的话 观世音菩萨 他就是献当位的那些天 来度化他们 这是应六天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应五人 应以小王身得度者 极限小王身而为说法 应以长者身得度者 极限长者身而为说法 应以基事身得度者 极限基事身而为说法 应以宅官身得度者 极限宅官身而为说法 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 极限婆罗门身而为说法 这是应五人 就是人道 人道里面他讲了五个身份 第一个用从最高的小王身 小王的意思 他就不是大王 就是小国的国王 因为在前面的妙音菩萨品里面 他有转人圣王 他可能有现转人圣王 那就是大王 在观音菩萨的土门品里面 他没有转人圣王 所以他用小王来代替 小王身就是各国的小国 国王来得度的 就现小王身 所以他可以现王身 那他也可以现长者身 长者是 我们在辟育萨里面 有讲到长者 那在佛教里面 长者他是很崇高的 德高望重 他必须要有十德 十个德行 众望所归 所以才称长者 所以人家如果称你长者 不是年纪大 这叫长者 要有德行 叫长者 所以因为长者身得度 就现长者身 那再来就是居室身 居室身这个地方 不是讲说在家居室 这是指一般的影室 如果守仁经里面讲的是 浩坛名言 清静自居 这个叫居室 因为后面有 比丘比丘尼 忧婆舍忧婆仪 那幼伯舍忧婆仪就是属于在家学佛 那可见的这个地方的身份 是属于一般人 一般的居家之士 叫居室身 再来就是宰官身 是做官的 前面是王身 这个地方就是宰官身 就是做官的 上至宰相 慧老说下至你可以当乡长 灵长 离长 这个都可以 所以属于万无百官 官世弗杀都可能献这个身 然后婆罗门身 婆罗门就是表示属于各种的宗教家 所以他也可能在其他宗教里面 来献身 度那一些宗教的众生 使他们能够学泄脱之法 相应的对这些人的身份 他有相应所说之法 就是应五人 下面是应四众 那前面的应三圣 那就有文章里面就是 献这个身而未说法 应六天也这样说 应五人也这样子而未说法 那下面开始应四众到应重父 应二童应十类应律师 他都把它归纳起来 只说了一句就是而未说法 所以就会有所谓的三十三生十九说法 从这个地方显现出来 我下面的数目字 你就可以看到 前面到应五人都有五个说法 那四众 我们看一下经文 所以他这个地方 所谓的这个说法 就只有一个四众 但是说法只有讲一次 所以他的那个数目 是配合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在家学佛跟出家学佛的身份 就是应该学佛在家出家重的身份 来四众的话 他也可能呈现 这个是四众 那再下来的话 应重父 应重父 因以长者居士 宰官婆罗门 妇女生得度者 即现妇女生而未说法 这是前面那个五人的 那个地方的 那个是男重 那这段特别提出来 这些人的 这些属于妇女部分的话 那他也可以现妇女生 就是长者太太 长者的太太 或居士 是女居士 或者是宰官的夫人 或者是宗教家的 另外一个妇女生的话 那他也会现这个身份 来说法 那再下来就是应二童 因以童男童女生得度者 即现童男童女生而未说法 那这个童男童女 不是说他年纪很小 叫做童男童女 这是说他没有婚姻 我们现在讲叫单身贵族 终生不娶活终生不嫁的 这样子 那这是属于喜欢了独处的 那个众生 那叫童男童女 童男童女生而未说法 然后再下来就是应十类 因以天龙夜叉 前大婆 前面是天龙八部 那对这个天龙八部 他会现当类的鬼神 然后对他们说法 所以会老说 他不是说现天龙八部 譬如说他前大婆 对前大婆重的话 那你对他 要度他的时候 你会现前大婆身 然后对前大婆重来说法 但是你不可能说前大婆法 你对 现这个身 对这个姬 可是所说的法 一定是超胜法 使他能够脱离本轮 能够出这个八部的鬼神 最少要升到人道 所以这个说法的内容 不是当部的 那除了八部之外 他后面有一个人 还有一个非人 有应十类 那人就把前面的 这个五人以外 因为人的身份 不是只有那五种 所有各种身份 是农工商 通通包括在里面 他不会说 在补门品里面 怎么没有讲到农夫 没有讲到工程师 他都是在人的这个地方 把他归纳去 那非人的话 就八部以外 除了八部以外 我们也看到 还有第二个的畜生 所以把他归纳在 非人的这个地方 总共就十类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说 因与直金刚神得度者 即限直金刚神而为说法 那就是应该用护法 向魏陀 发愿护持佛法 这种身份的人 那他还是也可以 限直金刚神 来为他说法 那所以他这个总共 来说有三十五 三十五类 那如果把人跟非人 把他放在前面的五人的地方 就把那个人去掉了 那非人把他放在那个八部当中的话呢 那就变成三十三身 所以三三身 三十五身 十九 说法 所以这个是对应 惠老师还有再去合那个 首龄音经里面的三十二应神 因为首龄音经里面 他还有其他的身份 跟这个地方的开合 又不太一样 不过我们用一个总说 就是你应该限什么样身 他就有办法限什么样子的身 他对他来说呢 是没有障碍的 那我们看到 不管三十三身 三十五身的说法 我们做一个反省来说 以我们所知 观世音菩萨的 普门视线 在整个中外历史上 限最多的身份 是什么样子的身份 所以大家都会认为 观世音菩萨是女神 所以我们认为说 感应里面最多的 限很多是属于 就是因为妇女比较苦 所以有宜郎观音 杨柳观音的种种 那限女人神很多 还有呢 限比丘僧也很多 所限的比丘僧 如果朱家的说法 他限的这些身份里面 都会提出一些例证来说明 但是我因为跟各位已经介绍过 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众 所以你要看到他的 机 本机里面的 他的视线硬化里面 到底他有限过什么样子的身 说过什么样的法 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 大家去看一下 那我们在这个三十三应身当中呢 会举两个例子 觉得观世音菩萨真的是大慈大悲 而且非常灵感的 举两个例子来说 一个呢 我们就是讲宰观身 宰观身 一个我们说比丘身 就是限宰观身跟限比丘身 那限宰观身 那这个宰观身的说明 我就找了在这个历史上 我相当相当喜欢的一个人 对他相当尊敬的 就是姚广孝 也叫做道研法师 这个人呢 就是明朝初年 他很有名 人家都叫他是黑衣宰相 所以叫做宰观身 黑衣宰相 他是在明朝初年 很重要的一个 静难之变的主事者 就是明太祖 我们不能讲历史 我们要讲他后面佛法的部分 但是大概要先说一下 他的背景 那他呢 十六岁就出家 他姓姚 那个广孝 是明朝主给他的名字 赤明 皇帝赤明给他 叫做广孝 其实他是出家人 他叫道研法师 明太祖 他要往生之前 他的大儿子就死了 所以呢 他把那个皇位就传给 他没有传给二儿子三儿子 他传给他的 直接传给他的大儿子的儿子 就是传会给皇孙 可是你知道明太祖 有多少个儿子吗 二十六个儿子 他有二十六个儿子 结果他传会给那个孙子 就是建文帝 那每个儿子都是很高强的 力量都很大 所以他这个孙子一继位的时候呢 他要面对这么多的叔叔 这些长辈 他做错了一件事情 他上回压力很大里面 他没有去安抚 他做了一个工作叫做消翻 就是把那些人的势力收回来 你对我有威胁 所以不给你权利 这使得明成主 有一个借口 可以发动静难之变 清君策 这个静难之变是成功的 整个的成功关键就是姚广孝 姚广孝是他在 就是燕王 燕王朱棣 他在做燕王 还是做王的的时候 他就已经入到他的幕府里面 所以他们两个相居甚深 所以他策划 一手策划 贵律军南下 因为明太祖他的建都是在南京 燕王他是在北京 贵律军南下 然后就发动政变 政变成功 明成主继位 所以有这一段的历史 因为这是一个功劳很大的人 所以他成功以后 明成主对他非常感激 而且他们两个真的是很相知己 他一直要劝姚广孝 就是道运法师还俗 做他的宰相 他不肯 然后他说 那要不然我盖一个大庙给你 他也不肯 所以他始终都是住在庆寿寺 就是他还在做燕王的幕府的时候 住的一个寺庙 住在庆寿寺 那他当时那个明成主曾经利诱 用美色来利用他 赐给他宫女 把宫女也给退回 可是因为刚得天下当中 北方又有蒙古的威胁 所以那个明成主还是希望他留在旁边的帮忙 所以就是不希望他直接去修行 所以一定要他辅佐政治 那他有他的抱负 他就上朝 所以叫黑衣宰相 当他上朝的时候 他要给皇帝一点面子 然后上朝的时候 他是穿朝服 出家人衣服外面 他就披了一个朝服上朝 然后他也不住在宫里面 所以他还是住寺寺庙里面 还是一样找往客 下朝的时候就把那个朝服脱下来 就是回来的时候 就还是穿了身服 始终一生 他都是没有离开这个出家人身份 这个元朝 元朝跟明朝两个开国的 第二个开国的皇帝 出家人都很重要 这个元朝那个忽必略 忽必略他定都 还有他定国号 还有整个的国家的政策里面 他是靠有一个人叫做刘炳中 那也是一个出家人 叫子冲产师 但是这个子冲产师 他后来还是还属的 可是这个姚广校 他始终他都是一个出家人的身份 然后除了发动禁乱之变以外 后来辅佐那个政治里面 他在一生里面有非常多的攻击 都是很大的那个事业 第一个他编 永乐大典 这永乐大典是中国最大最早的百科全书 包括所有的精神纸及医学 佛道路 所有的内容里面全部把它编在里面 那两万两千八百七十七卷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 在他手上负责编辑 还有我们所知道的 郑和夏西洋 这件事情 那这个也是他策划的 这个航海史上呢 这很重要 而且都是很大的这个阵仗 那七次夏西洋里面呢 总共二十八年 在第三次的时候 道元法师还跟着去的 他非常重视这个海洋的发展 所以这是我们所知道 他的功绩里面 郑和夏西洋 郑和叫做什么 三宝太监 三宝太监夏西洋 到马来西亚马六甲 郑和其实是悔教徒 他原来姓马 他是悔教徒 可是呢 他跟那个道元法师之间 他们两个的那个相知也是很森林 他后来是道元法师呢 收他做土地 也给他取了法号 叫做福吉祥 所以我们才会说 三宝太监夏西洋 这个是我们大概知道一下他的功绩 还有那个故宫的 我们今天叫故宫 其实当时是紫禁城 元明清这三代的那个都城 全部放在北京 北京的这个地方 那故宫整个的建筑格局设计 前面有这个刘炳宗 后面有姚广校 他们的根据天文地理 因为那是一个龙穴所在 什么地方要怎么样子的布局 他们都有花过心血在这个地方 中轴线怎么样两边分散 他都有他的道理所在 那姚广校道元法师 他在晚年的时候 他有写了一本书 他有一本书叫道鱼路 那道鱼路只有一卷 文章很少 那他特别明确的提出 反对诸希二臣的辟佛思想 就是理学家 对佛是很多的毁谤 那他是直接提出反对的 那而且他是在那个二臣遗书里面 举出二十八条 诸希语录里面 把他抽出二十一条 然后每一条他都呢 逐条评论 说他们极为荒诞 一个佛家的立场里面 对这个宋英女学呢 直接的讨论 那是讨论的 我稍微去看了一下 我觉得很精彩 这是他七十六岁的时候 所做的作品 应该有机会的话 去看这个内容 他每一句话 每一句话就写得非常好 有的时候还四两拨千金 让人家会觉得很惠意 那但是也因为这本书 因为他是批评鲁家 他们的对佛法的批评 因为这本书呢 得罪后世的鲁生 所以呢 姚广相在历史上的评价是有包有贬 甚至到后来呢 是很多的贬 那贬义他呢 大概就说他两条 第一个说他腰身 第二个说他是叛贼 因为他有禁难之变的这个事情 说他腰身 因为他辅助这个冰城主的时候 他用了有一些的神筒 就是派兵前将来说呢 他有先知之明 所以这样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要诋毁他里面 他还在这个后世里面 还制造了很多的 就是污蔑他的一些公案 说他回到家乡里 他家里的人 他姐姐都不认他 都对他非常的唾弃 这些全部是后人所嫁的 那姚广孝呢 就是道运法师呢 他除了这个道运路之外呢 他还有佛法不可念论 也是一个很小编的文章里面 他说佛法非为不可念 不但是不可念 你不能去念他 因为有意已世道人心 而且你也不可能可以念 所以他里面的利润都很精彩了 大家去看一下 他还有一个诸上善人友 那他呢选了从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 马明天青 一直到中国的这个历代祖师 然后最后说那个陶世 就是选了125个人 用122手的战来赞叹什么 求生净土的 祖师大德跟这些世中弟子 所以他有诸上善人友 这个是他的我们对佛法上面来说 他的攻击 那联子大师 联子大师在竹窗二笔里面 当时因为他往生以后 在过一段时间以后 他的贬义的评价一直出来 可是联子大师他在竹窗二笔里面 他就有赞叹道人法师 那今天他的资料还很存在 最主要就是那个名称主朱弟 在道人法师往生的时候 他呢亲自替他做了一个 玉制 玉制就黄玉制 荣国公 这就是道人法师的封号 神道碑 名 神道碑就是穆字名的意思 神道碑名里面 那在这个神道碑名里面 那个文章现在都还在 他文章里面对道人法师 一生的攻击 怎么样子跟着他 怎么后来得天下 怎么样子的赈灾 怎么样的就是说不受名利 他写得非常的仔细 所以也还好有这些历史文证 要不然后来的人 就会有很多的这些 错误的讯息给他 那同时他这个碑里面 他简直已经忘记他是皇帝 他对这个道人法师 这是表达出他非常思念的之情啊 对他几大的赞叹说他是 德贝始终行通神明啊 公存设计折批神明 讲到他这样 而且在这个碑里面 他明确的说明 道人法师呢 要往生的时候 召他的弟子来 确实的告诉他的弟子 他要往生的时程 不是日中 是几点他要往生 所以到那个时间的时候 他就是家夫 坐着往生 确实就是很自在啊 那明神主也算是知己的人啊 他到后来要给他办丧事的时候 他是以生理安葬 就是用出家人的礼法 因为他是住在寺庙里面嘛 以生理安葬 而且给他建了塔 这个塔现在还在 而且很庄严 是九级的 九级的塔 那他往生以后呢 还霸草两天 那他烧 就是他往生之后 那个遗体一烧的时候 在这个碑里面还可以讲 还没有烧之间 往生以后七天之内 他的行色如生 异乡经久不善 烧了以后 得色力皆五色 心牙蛇不坏 这样子的一个公鸡围围的人 今天要讲观世音菩萨的 四线宰观生 为什么我们要说他 可能是观世音菩萨四线呢 因为虚音老和尚 虚音老和尚 对道元法师的四级 有专门的开示 而且他称他是 独安道元禅师 他不像我们家一直讲 姚广孝 姚广孝 他称他是独安道元 因为他有另外一个号叫独安道元禅师 而且对他有一个赞 虚音老和尚对他有一个赞 大事垂机 画飞一端 三十二印 顺逆观音 大师如是 感测尊严 损己 即使 人神同欢 同欢 这是虚音老和尚对道元法师的赞叹 我想虚音老和尚是何等人眼 他会认为他是观音菩萨再来 而且我们反观 你除了用鲁家的那种很刻板的那种礼仪来说明之外 你看他一生的攻击 简直个性还有他的功夫里面是无懈可及的 只要是皇帝有赏赐给他的东西 完全不留在身边 全部散除去 一生里面完全不受任何的名利的引诱 他曾经有独安老人自体向战 因为这是一个开悟的人 所以我拿出来给各位做参考资料 做一个 你看他认为他自己是什么样 看看我们能不能有一点会心 看破八交柱障子 等闲侧骨入风流 有时自把龟毛符 只得虚控笑点头 有时候要看他们的诗句 你才能稍微有一点 能够去相信他们的心境是怎么样 这个是一个大政思家大军思家 但是他的心境里面 内心里面什么都没有的 是非常非常的自在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讲宰观身举一个例 就是用道远禅师跟各位说明 我们要再回来 前面是别达三十三应生 然后再来就是总达 这是佛总达吴敬义菩萨的油画世间 吴敬义200页的第二行 吴敬义是观身与菩萨成就如是功德 以种种形由诸国度度托众生 这个是总达 前面他们两个都很有默契问 云何由此说我世界 然后佛也答是油诸国度 所以文里面讲种种形 就表示他不是只有三十三身 三十五身 种种形 就是只把这些身标出来 他有无量无边的身 那讲油诸国度 就表示他不止在娑婆世界教化 十方国度都可能现身 只要有因缘 只要有机缘 他都会度化众生 所以不止三十三身 现身不止三十三身 三十五身 所到的国度也不止 我们这个说法国度 所以我们才叫做普门续现 就讲菩萨的硬化是凡夫 你没有办法测度的 第二个问题虽然是显印 在问明因缘是明印 第二个问题是显印 他再怎么说是显印 我们也必须要能够内行 你要认识 你要了解 要不然我们看的 不会是看出是菩萨 是显化的 我们还是看是普通 我们一般一样 如是如是而已 所以很可能 你出去外面的时候 你看到的是菩萨视线 三十三身三十五身 那怎么办呢 你就把当一切众生 都是观世音菩萨 就不会错过了 所以他虽然是显印 但是要文书才知道观音 才知道菩萨 其实他凡夫眼看不出来 所以提高我们自己 本身对菩萨的认知 这个是总答 然后第三个是劝供养 前面是劝持民 那这个菩萨视线呢 是劝供养 我们看一下经文 事故如等应当一心供养 观世音菩萨 是观世音菩萨 蒙赫萨 于部位极南之中 能师无畏 事故此 说佛世界 皆好之为师无畏者 说完前面 普门视线以后 佛就劝 无尽于菩萨 还有大众 大家应该要做 做一个动作 叫做供养 而且是一心供养 为什么要一心供养呢 因为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威为 是能 不畏极南之中 能够施予众生 所有的恐惧 所以施无畏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娑婆世界 称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有很多的其他名号 白衣大士 原动大士 施无畏者 也是观世音菩萨的 特别 应得而显明的特征 观世音菩萨 称施无畏者 在首轮音经里面 也说到 普门品 也说到 在华言经里面 也有说到 可见的这是他最大的特征 他的擅长 就是布施使众生无畏 给众生很大的安全感 这是他的特征 所以我们如果恐怖 有害怕的时候 你昏明 你心就会安下来 因为观世音菩萨的价值力 他马上就会到 那么 首轮音经里面是 十四五位 华言经里面 善才童子参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是第二十七个善之士 叫做等随顺一切众生回向 这个位置 当中就有跟他说 可以离二十二个部位 那我们有诵华言经 大家应该是也会有一点印象 他为什么叫十五位者 在华言经 四十华言经里面 有两首祭送 我们看一下 那个讲义 就是观世音菩萨 他的十五位的那个功能 能够呈现出来 他是死的众生 或在伟恶多优步 日月六时称我名 我时现住比人前 为座最甚归一处 彼当生我尽佛叉 与我同修菩萨行 由我大悲观之战 定其一切皆成就 所以这个是 这尊菩萨的大慈大悲 不但是以无畏施予众生 而且使得向他求救的这些众生 不是地他一等 是跟他平行的 他就变成观世音菩萨 观音世智把守共行 变成同参善之士 彼此非常非常的亲切 这个是十五位者 这是观世音菩萨的 极大的救度众生 很能够明显的施予安慰 那这个地方讲劝供养当中 这部经里面有一几个新的经的眼 前面的那个问题的时候 佛是说菩萨的名号功德不可思应 所以劝的时候 是要劝大家要一心称明 那这个地方要劝供养 为什么要劝供养 因为他还是说观世音菩萨 有此说佛世界 就表示他是来做客的 客人来了至少要怎么样 会老说一杯茶也要有 要有一个供养 客人来了没有人理 教骗天下无人印 不是代客之道 所以客人来了请人家做 然后要给人家一些供养 更何况佛在前面的地方已经说过 观世音菩萨对我们这些 说佛世界的重生 有这么大的功德 这么大的利益 所以就要劝大家你要供养 供养当中还不是随便 随随便的供养 要一心供养 所以这个一心是前面的称名当中 要一心称名 这地方供养也要一心供养 不能随便便的 也不是只要付诸于形式这样子的 他说供养好不好 慧老在这个地方 讲那一心是完全的恭敬心 恭敬心表现在这个行之于外的时候 其实在这部经里面一直在讲 就是说你要得到成就的时候 你什么事情你都要一心 就是恭敬 恭敬就是一心 一心是性之德 那怎么样子供养 是一心供养 我们从早到晚都在做一心供养的事情 从早上起来 你上香供茶 供饭 那个都是在做供养 那个当中说你那些动作里面都要有一心 都要有恭敬心 所以你在供茶的时候 上香的时候还要看出佛菩萨 就要有那个心对佛的那种恭敬 所以慧老讲 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跟我讲话的时候 你跟人家讲话的时候 你眼睛要看对方 我们这样不但是不看 还是打带跑 一边走一边讲 你在他后面还追着问说 你一个说什么我听不懂 这个对观世音菩萨的下面这个劝供养当中 都教我们很多 我们今天能不能在佛法上得到利益 如果我们能够得到利益的时候 就一得利益全部得利益 因为这个是一心 是真心是恭敬心 也是我们的信德 当我们有这一心的时候 你的欢喜心就会出来了 那这个说明 前面要一心称明 这个地方要一心供养 这是我们整个普门品里面 成败关键 所以如果能够如佛所说的话 那观世音菩萨不远 不在很远的地方 所以佛劝吴敬意菩萨跟大宗 你们大家要一心供养 因为他是十五位者 那佛当场在那个地方劝了 已经佛在劝了 这个是好学生好弟子 就要受止 要奉命受止 而不是听到 就是要依教奉行 所以 所以吴敬意菩萨 他们两个表演的 这三个人的表演 都非常有法的内容 所以第二个 再来就是受止 吴敬意菩萨白佛言 一般来说 我们昨天有讲到阴落 那个珠宝 如果装饰果子的 你们讲项链 那个叫做阴 那如果是装饰在胸前的 那个叫做落 反正就是 菩萨戴在身上的那些珠宝 装饰品 所以他就把他解 就是拿下来 那这个吴敬意菩萨 他的那个宝珠音乐 很贵的 很珍贵的 他讲叫做价值百千两斤 这样子的东西 非常珍贵的 然后就送给观世音菩萨 那我们看这个文字 那里面全部有表法 表示那个意涵 所以你看他有这个动作 你要知道他表示什么意思 那你才有得到 要教育的意识 那这个解 解井重宝珠音乐 那个解 就是拿下来 拿下来就是舍 就是菩萨偿行舍行 所以很多人问说 菩萨怎么会这样 那些水 身上带那么多装饰品 叮叮当当 那么多都是宝珠音乐 这样子的 菩萨带着这些音乐 他是有表法的 第二个呢 他是随时准备拿下来 做供养用的 我们时常有一个问题 想供养的时候找不到 比如说供养的钱 或供养的东西 那菩萨的心里面 是常时想到 要做布施的这个工作 所以他身上会带很多 带很多不是为了装饰他自己 带很多呢 是表示他随时碰到 可以供养的他就供养 那为什么把那个颈 颈重宝珠音乐 那个颈 这个颈 脖子 这个地方 是表忠道一徐之力 因为是在东西这个地方 忠道一徐之力 那挂在中道这个地方的 种种的宝珠呢 就表示种种的菩萨形的庄严 所以音乐是菩萨形的庄严 你如果行到菩萨形 到某个地位的时候 你就可以挂这一个宝珠音乐 所以在这部 菩萨音乐本宴经里面 这部经里面是讲戒律的 但是他也很明确的表示 是菩萨的修行位置的内容 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呢 有讲到十柱十行十回相 十地等觉妙觉 他们要修十柱的功德的时候 十柱功德圆满 他就有什么 同宝 你可以带同宝 到十行功德圆满的时候 你就带什么 银宝 又往上一级了 十相是金宝 十地是琉璃宝 等觉是摩尼宝 妙觉是水晶宝 所以菩萨带的这些阴落 都代表他的菩萨修行内容 他的万恨内容 所以他可以带阴落的 你只要想到 第一个那个阴落 是可以随时解下来 供养别人的 他不会执着 第二个他可以带上这些阴落 因为他的菩萨形已经修到位 这个菩萨的那个功德庄严 庄严他的身体 这些珍宝在他身上产生光明 产生庄严 使得他能够有智慧有神通 这都是他的阴落 所以无尽菩萨的阴落 是众宝诸阴落 然后价值百千两斤 这百千两斤就是百千是十万 就是表十地菩萨所有的功德 所以他的位置已经到等觉菩萨了 所以他的表法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得到 那我们如果是菩萨 但是万恨没有成就 不要说万恨 一恨也没 这是礼及佛 道理上是佛 佛的功德本位都有 但是都还没有修菩萨万恨 没有任何的功德成就的时候 我们叫什么呢 我们叫束法身 束法身就是没有阴落 上面穿的顶头都没有庄严具 那就慢慢修里面 就是种种的阴落可以呈现出来 那这个地方是说明 吴敬义菩萨 他把这个阴落拆解下来 这表示他的功德已经相当的高了 那他为什么说 已经要供养的叫珍宝阴落 又要讲是法师 他明明是用布施 这个珍宝要叫法师 因为我们知道前面 前面看到说 所谓的阴落 是属于菩萨的万恨功德 你就会知道 他拿这个下来 就是叫法师珍宝阴落 所以在这个大忌经里面 我们看一下讲义 大忌经里面说 戒定会 陀罗尼以为阴落 庄严法身 所以这个是用戒定会 来阐释阴落的庄严 所以你有戒的话 那你就戒的阴落庄严 你有三昧的话 你就三昧阴落庄严 智慧阴落庄严 陀罗尼阴落庄严 你好庄严啊 菩萨该有的功德 都能够呈现在上面 那我们世间人不懂 奇怪了 这些菩萨 每一个菩萨都带了那么多的 这些珠宝 他不是贪那些珠宝 那是他所修行的员现 用这个来表现出来 那吴静怡菩萨说 他所施的是法师 所以珍宝应若 各家的注节里面都有说 那执掌书里面讲说 称性回向亦同法固 就是说我现在布施的众使是财 是宝 世间的珍宝 但是呢我不执着 而且呢我完全呢 把他回向给三种回向 甚至回向给一些众生 都不放在我身上 那这一个布施的功德 就是一个法师 就是财师就是法师 因为善论体空 把他回向出去了 那地形法师他讲的是说 法华高会开权显时 即是即理 即物即法 世故物共就是法共 那个层次就相当好 所以你做任何事情 你不要看他只是事 或者跟他做这 或没要跟他做这 任何事后面都有他的理 当你掌握到他那个理的时候 你做任何事情 就跟法相应 所以你很可能早上只是一杯水 只是点一个灯 你只是插一盆花 你只是扫一个地 即物共就是你只是付出这个 不管是财或者是劳力 那你在这个当中呢 你有法的时候呢 那你共中有法 就是法共 所以这个是讲法师真宝阴若 这都让我们要学 所以我们整天的工作好忙 你全部都在供养 三叶沐浴在佛法的供养当中 跟法能够相应 所以他这里面说 你是法师真宝阴若 下面 使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 无尽音菩萨是受举来供养观世音菩萨 但是观世音菩萨当时 他不肯拿 送给他 他不肯 他为什么不肯拿 他自己都 自己也不是这样讲的 自己也要拿 这个里面有表法的 吴经义奉命供养 下面的这些一来一往 全部都有表法 而且有礼节的 而且我们在生活当中 时常我们会碰到这些 这些节我们都没有做好 第一个 你想要供养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当时菩萨在位 你想供养观世音菩萨 佛没有说你不能供养的 不能佛在上面 你们下面两个人 跟我后明天的互来互相交换 等一下下次再联络 佛还在那个地方 这里面是讲有兵主 所以佛没有说你要供养的时候 吴经义菩萨不能供养 吴经义是奉佛的旨意而供养 现在观世音菩萨说 你是奉佛旨意供养 佛又没有叫我收 所以佛没有叫他收 他不能收 所以他不能收 在这个地方不能收就是不能收 人家给你都不能收 更何况你去跟人家要 不受 不受不是因为他自己有 是因为佛没有跟他想说你可以收 所以下面又有一个动作 那第一个先讲忍者 吴经义菩萨称释迦摩尼佛是称什么 世尊 那吴经义菩萨称观世音菩萨称什么 忍者 那不一样的 忍者是平辈 我们平辈可以称忍者 还有呢 长辈对晚辈也可以称忍者 下辈不能上辈说忍者 他没有说我尊称你是有慈悲 有人爱的人 所以我称你忍者 小云法师说他的学生他的弟子 写信给他说什么小云忍者 他说这个人不懂啊 学生不可以对师长写忍者的 那是长者对晚辈 要不然平辈平辈也可以 所以是上对下下不可以对上辈 或者是平辈可以 然后他说 你要慈悯悲悯 我跟世众来受这个珍宝阴落 让我们这些众生能够修福之良 能够广修这些供养 所以非常的谦卑 然后他重奉了以后呢 释迦摩尼佛呢 及时的解决他们两个之间的问题的时候呢 而是佛告观世音菩萨 他又再重劝了 劝这个供养有两次 当名词无尽于菩萨及世众 能够得到供养的功德 因为无尽于菩萨是为大众而供的 那你不收落他大众就没有福报的 所以佛呢就劝他说他是为大众供养的 那你呢就持你大众 所以在这个地方佛很重要 他劝无尽于菩萨要供 然后他也劝观世音菩萨要修 从头到尾都是佛是主动的 因为在这个会场里面 谁是主人 佛 是主人是佛 所以供跟受都是由佛主动做劝发的 所以这是一个礼节 这也是也告诉我们 在一个场合当中 你要看到有兵有主 你不可以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 就是做一些没有礼貌的事 我看到最多的是什么 在医院外面 我们是看到很多的那些外劳 然后推着他的主人 去看医生以后呢 在那等的时候 他不是看着他的主人 他把他主人放在那个墙 靠墙一排 就一个一个一个 都是那轮椅的那些主人 一排一排 所有的通通在面壁 然后那些外劳 去在另外一个地方 在那地方聊天 这是一个很荒谬的情境 因为你已经把他主人 把他放在一边 然后你去做你自己你的消遣 所以在这个地方 一个法会当中 释迦摩尼佛从头到尾是主 所以下面的大众要做什么事情 全部要通过那个主人 这个是最起码的 要告诉我们一些佛法里面 你不要看说 什么都不要执着 什么都要放下 这些东西没有到位的时候 一心也没有办法到 所以观世音菩萨呢 接受释迦摩尼佛的劝以后呢 他就受了 受以转奉 即使观世音菩萨 即使你看他很快 佛劝了 本来你没有叫我受 我不敢受 现在佛劝了的时候呢 即使观世音菩萨呢 敏诸誓众 及天龙人非人等 受其因罗 所以他受也不是要谈心 所以他呢 就是接受佛的劝导 所以你就持敏 而接受这一些 无尽于菩萨的供养 所以接受了 接受以后 他没有放在他自己的口袋里面 拿来以后马上 这个是谁呢 慈行法师 慈行法师会老说 慈行法师 他当他的侍者的时候 慈行法师在外面 所有的红包 一拿手 他根本没有看里面 他直接就交给他的侍者 就是会老 然后问他要做什么 去买那些文具 文房世宝给学生 他从来不知道 他受多少红包的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也看到 这些菩萨的行径 为什么我们是凡夫 我们有很多 菩萨也知道 我们的程度在什么地方 所以下面 观世音菩萨受了以后 他是做什么动作呢 分作二分 把他分作二分 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 其实不是只有一个组 是有两个组 所以观世音菩萨 大家有看到不能冷落另外一个组 所以 一分奉释迦摩尼佛 一分奉多宝佛塔 就把他收来的这些珍宝 阴落 把它分作两份 那为什么把它分作两份呢 就举一法师珍宝阴落 分作两份里面标一个十项 集体做四里二因 这个宝之音菩萨这是一个十项 然后现在共两尊 那一个表士 一个表礼 表续的是什么 释迦摩尼佛 当时他的那个硬化神在那个地方 就是释迦摩尼佛 那表礼的呢 就是多宝佛塔 多宝佛塔 他不是共多宝佛 他是共多宝佛塔 为什么共多宝佛塔 我们整部画华经里面 我们会看到在主类品的时候 前面我们没有讲全部 但是大家知道 这多宝佛塔的出现 是因为释迦摩尼佛要讲画华经 他满他的曾经发的院 所以他出现 他出现的时候门是关的 要释迦摩尼佛去开塔 把那个塔门打开 然后在那个地方 他们有一些对应 我们有这个剑包塔品 一直到后面 组类品的时候 多宝佛塔就关起来了 那多宝佛塔的开跟关 他关起来以后 就表示 因为当时开塔的时候 大众是在虚空的 就是这个法规是在虚空的 塔关起来的时候 是回到灵鳩山上 当时在这个地方 释迦摩尼佛是在灵鳩山上 还在跟大众说谷门皮 但是多宝无来塔 多宝佛塔 在虚空中 塔已经关了 所以他当时就是共 释迦摩尼佛是表示 共多宝佛塔 是表礼 因为已经在虚空中 当时那个塔门已经关起来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是奉多宝佛塔 所以看这个文字要知道 然后最后就一个总结 吴敬义 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 由于娑婆世界 这是回答吴敬义菩萨的第二个问 云何由此娑婆世界 所以他就是说 观世音菩萨非常的自在 在种种的应生 说种种的法 都是应众生的基 而献生而说法 最重要的是 众生应该要用何生说何法 菩萨都能够对应于他的根基 所以这个是观世音菩萨自在神力 不可思议的地方 那么这个是在长行到这个地方 那后面还会有祭奏 我们把那个祭奏放在下一次说 因为我们下次还有一堂课的时间 刚才跟各位讲说 我们要说观世音菩萨的33应生 讲了一个现宰观生 道元法师 一点点时间跟各位介绍 大家都很熟悉的宝治禅师 宝治宫 宝治禅师 大家都耳熟能详 因为梁黄燦 梁武帝的时候的国师 他为了布他的法寇 做了梁黄燦 他是作者 他是418年到514年 这个是梁朝的三大事之一 大家在历史上都传说 这个宝治禅师是观世音菩萨示现的 献必求生 那为什么知道他是观世音菩萨所呈现的 在传记上 佛祖历代通载 上面有记 高盛藏没有这样记载 但是佛祖历代通载记里面 有说到 这个梁武帝 当时有请 当时一个 宫中一个很著名的画家 叫做张森游 我讲戴魁的时候 曾经跟各位介绍过他 他讲张森游来画保治公的画像 有一种说法是说 保治公问张森游说 你是要画我的脸像 还是要画我的法像 张森游就说 我画法像 你要画法像的时候 他就拿了那个刀 小刀 往他的脸上一画 一画的时候 这脸皮就扒开来了 劈开 我们讲叫做梨面 这梨面就现十一面观音像 不过记载上说是十二面 但是真正看得到的是十一面 当然他有全时的表法 十二面观音像 所以后人知道说保治参师 他是观音所续线的 高僧传虽然没有这样记载 可是到唐朝 这个是梁 到唐朝的时候 几乎民间或者是世代户阶级 大家对保治公都认为他是观音菩萨 而且是十一面观音的呈现者 因为在那个诗人 像角燃还有原整 他们都有诗来赞叹保治公的观音像 所以当时可见的非常的流行 那这个张生友是谁呢 我们知道有一个公案叫做画龙点睛 很重要的一个画画家 所以寺庙就请他去画 精灵的安乐寺 请他去画在墙壁画四肢龙 四肢龙画完以后 没有画眼睛 那师父就说 你为什么画龙不画眼睛 他说我画了眼睛就会飞走了 他说哪里有可能 他说不信你试试看 试试看 画了两条龙的眼睛 那两条龙的眼睛 一画上去的时候就雷雨大作 然后风雨交加 然后就闪电把这个墙壁完全弄倒 然后那两条龙就飞走了 剩下两条龙没有画眼睛的 还在那个地方 那我们讲说第一个公案 说十一面观音 是不是真的把那个脸 劈开来变十一面观音像 好像在讲故事 我们讲说张生友是画龙点睛 你倒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宝治公总是真的吧 总是有宝治公这位比丘 当时的梁武帝的国师 他往生以后呢 梁武帝把他葬在中山 就是南京的 中山的独龙府那个地方 把他践踏 今天跟明朝都有点关系 明太祖就是 我们刚刚讲明世祖的爸爸 明太祖他在位的时候是在南京 他当时还在位的时候 他就要准备 他要一个皇陵 他自己死了以后呢 要葬的地方 很多的阴阳家 很多的相事 就帮他找那个风水最好的地方 在整个金陵 找了半天就会向中什么地方 就是中山独龙府这个地方 可是那个地方已经葬了谁呢 保治公大师怎么办呢 那皇帝啊皇帝比较大 皇帝就说 牵把他牵领 所以就把他当时都有记录 就是负责把这个领寝打开来的时候 保治公大师端坐 一千多年喔 一千多年 还坐在那个地方 而且呢 指甲非常之长喔 很长很长 长了一千多年啊 所以明太祖呢 当时怎么办啊 要不要把皇帝的领寝 要不要换地方 他不换啊 他就赶快烧香顶礼 然后就跟他说 我给你换个地方 我给你换另外一个地方 让你好好在那个地方 更殊胜的地方 所以他把他请走了 他请走了以后 而且他的那个肉身相 当时就把他火化了 而且他有答应他说 我把你火化以后 我给你金冠银锅 这个是有理智的那种规定的 他给他金冠银锅 而且给他装填360寝 来奉他的香火 把他请走了 所以现在独龙父呢 现在躺的是明太祖 那保治公大师呢 就被迁移到什么地方 我们现在还看得到了灵骨寺 蔡居士 我们去过灵骨寺 南京的灵骨寺 那个地方 还有这个保治公禅师的坟墓 我们只是要讲说 确实有大师他的遗体都还在 色力也都还在 要讲他是观世音菩萨前面讲的这些音源 你说他真的是不是十一面观音呢 另外要举证 举证当中呢 我在看到汉山大师梦游集里面 他就有一篇文章 梦游集里面的第26卷里面 就有一篇文章叫做 心安养山保治公画像感应剂 那要讲观世音菩萨的灵感 灵感到什么样程度 他在世的时候就有很多神奇的事情 所以他是在神身传里面 那他呢 往生以后 他还很多的事迹 汉山大师他就说明 他说在养山这个地方呢 是保治公的道场 就是保治公当时呢 他曾经在安徽 安徽的这个地方呢 曾经盖了一个寺庙 是他亲手创世的 那个寺庙叫做养山寺 那这个寺庙到后来呢 这个曾经唐朝灵游汇集 有在这个地方弘法过 所以曾经很精盛过 但是到元朝 因为兵荒马乱 就被烧 那整个呢 就完全以为平地 到明朝初年的时候呢 就有人说 这个地方是保治公的道场 虽然寺庙都已经没有了 可是这地方有很多附近 有很多灵异的事情 包括他的井啊 他和他的那些地方呢 都时常有一些神异的事情 所以地方人士呢 就希望在重建保治公的道场 所以后来呢就合之 姓陈的姓华的姓吴的三姓 就发起再盖这个养山寺 那成为了心安的第一寺庙 当时也是非常兴盛 而且有请了 在那个文章里面有请了 这个守敬宣公来复兴 然后也有请皇帝来赐 他的这个那个匾额 所以当时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寺庙 那当时大家都知道说 这是一个保治公创建的道场 而且听说有保治公的画像在这附近 但是不知道在哪里 这篇文章里面 汉山大士说 他说万历二十九年的时候 精灵报恩寺修舍利塔 报恩寺就很重要了 就是汉山大士出家的地方 他跟那个雪浪宏恩 因为师兄弟 后来因为报恩寺大火 他们离开以后 他们就发心要回来重建 后来果然雪浪宏恩 他是延门脱波复兴报恩寺 那报恩寺盖起来以后 那在万历二十九年 他修舍利塔的时候 那个报恩寺的那个琉璃塔 当时是最高的那个建筑物之一 他在长江的那个江边 都可以看到这个塔 是非常宏伟的 非常高的 他说在修这个舍利塔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工人 他到塔顶的时候 塔顶有一个宝瓶 他要把那个宝瓶放上去的时候 那宝瓶里面有三卷画 那三卷画是谁的画呢 张森尤梁武帝的时候 我不是要叫他画像里面 那里面有那个画在 三卷那个画在那里面 那个工人很试货 他下塔的时候 他就把他藏在袖子里面 就带回家了 他在金陵修塔 他不是金陵人 所以他回家以后 他家是新安基西里士 讲说这是新安基西 新安就是养山 养山这个寺庙 在养山寺 那他是住在西西这里 那这一个人他有三个儿子 我们今天都在讲故事 最后要故事结束了 这个人有三个儿子 他拿了那三卷画 就当遗产 一个人分一个 一个人分一卷 后来这个人就死掉了 他的老二跟老三 虽然拿了那个画 可是他们生活非常辛苦 很贫穷 那他们也知道 这个是 因为他们是住在养山 那个养山 那这个地方有一个养山寺 他知道这是一个保治公的道场 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保治公的画像 应该归还给保治公的这个道场 所以他的老二跟老三 就把他们所分到的那一卷画像 就完全无条件的 就献给这个养山寺的寺庙 就是送出去了 那当时啊 那个师父看到的时候 其实很惊讶 既然梁朝 张生游的那个画像 还可以存到现在 那后来还剩一卷像 那个老大 他家里呢 火灾 烧火 那火灾起来的时候 他劝他家里人 赶快赶快赶快拿钱 钱啊 当时的钱都是倦嘛 钱 拿钱 所以大家呢 就把那个钱通通拿出来 没有拿画像 结果出来的时候呢 拿出来是画 不是钱 他心里是要拿钱 结果拿出来的是画像 对吧 所以 相存而眷魁啊 钱都烧光了 就是在相海站 更神奇的是 烧了三次 他家烧了三次 三次都相存眷魁 都发生这个事情 没有过多久的时候呢 这一个老大呢 他去外面做事情 远行 就回来 回他家的时候呢 他迷路 迷路的时候 他就到山下 就是仰山寺的山下 那那个时候 寺庙的出家众呢 通通出去 等于负斋主 所以寺庙里面 只剩一个故寺庙的 那个寺庙的 负责留守寺庙里面的 那个出家人叫做 静光禅人 静 就是安静的静 光明的光 叫静光禅人 他在那个地方 那这个老大呢 他不是迷路啊 他就到那个寺庙的时候 就问那个师父 说我要回家 我的路怎么走 北港村要往右转 还是往左转 那个师父就跟他说 你怎么样走 怎么样走 那他当然是很感恩 就跟师父谢谢以后 就问师父大明 这也是蛮有礼貌 不会说转头就走 请问师父大明 那师父就跟他说 静光 就是说静光 他跟他说静光的时候 那个老大呢 拎着 拎去 愣在那个地方 那师父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 那个脸是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没有过几天以后 这个老大就来了 把他的那一家里 没有烧掉的那一块画像 就送来了 送到两三十 就跟他说 他说 先人为石工 修报恩塔 得志工画像三福 分兄弟三人 前两个弟弟 已经归上叉 小子所藏着 家三而备火 弃而不毁 所以我知道 这个不是我的东西 我就把他送回来 我就把他送回来 那个是 确实是张生犹的作品 但是 保志工往生以后 他还是实在太想念那个 保志工了 所以他就叫工部 还有 就是负责工程的 还有保志工的弟子 他们就刻了 保志工说法图 这个图呢 刻了以后 他们只印了两张 一张放在宫里面 梁武帝他要供养 一副呢 就送给 就是因为当时负责 这个柯的 那个保志工的弟子 那个弟子叫做靖光 所以他的那幅画的上面 提的名字 就是有梁武帝说什么 他要什么 赐大师弟子靖光供养 那幅画上面 赐大师弟子靖光供养 所以那个他那个大儿子 为什么 那个师父跟他说 你 请问他什么名字 他说我叫靖光的时候 一双钢器 他还真的知道说 这个是大师的弟子的东西 不敢再 再长 不敢再 收为己有 那这个事情呢 就是他们养山寺的师父 后来 汉山大师他在匡山 他在潮西镇兴 那个潮西寺庙的时候 但是后来又遭到人家 跟他污蔑 要告他的时候 他非常灰心 他就离开潮心 就到庐山 就匡山 在那个地方 在外面的时候 那他在外面的那个时候 他曾经有传戒 就后来他可以回到 出现了身份的时候 他有传戒 在传戒的时候 里面的一个弟子 就是他们养山寺的人 告诉汉山大师这件事情 所以汉山大师就觉得很奇 观音大师 真的是太灵感了 怎么有这么奇妙的事 他所说的奇里面 他在文章里面 写好多奇 好多灵感 对他来讲 那我们没有时间呢 我们只能跟各位 做这样子的说明 但是呢 汉山大师最后有一个结语 我怎么写啊 在这里 我要戴眼镜 讲大师的感应 唯大师应声无量 然皆一过而化 独献古秋生 久而易住 就是观世音菩萨 他应现无量无边 三十二应 无量无边 但是应完了他就走了 这保志工大师这件事情 不但到一千多年之后 他的身体 他还坐在那个地方 法爪接掌 他还在那个地方端坐 然后包括他的画像 那我们讲说 现在人要讲说 张生又画那个十一面观音 这个都是相传相传 不见得有真的这个事情 那藉由如果别人讲的 我们不太肯相信 这个是汉山大师说的 然后他当时呢 就是现十一面观音像 十一面观音像 都有他的经 十一面观音神咒的这个经 宣传大师也有翻译 武则天 武则天的时候 曾经有契丹来犯 当时呢 他们唐朝的士兵 是打败仗的 武则天非常聪明 他请了选手国师 设坛送咒送经 那当时的选手国师 所用的经 所送的咒 就是十一面神咒经 那这个坛一设下去以后 这个都有听到天鼓声 都有看到这个天兵天将 所以呢 整个就把那个契丹的军队 就是打击回去 所以武则天非常高兴 他的不费一兵一卒 就把这个敌人打退 所以他那一年 他把他改号 武则天一生用了很多的号 他那一年他改号叫什么 神功元年 所以武则天的号里面 有一年叫做神功元年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而且他大赦天下 所以这个是 今天要讲观世音菩萨 三十二应生里面 我们才讲了 一个载观生的 姚广孝抱怨法师 一个保治公的种种的感应 那其他还有无量无边 个人去感应 这是谱门广应 不失于善根 那这是菩萨虽然能各显应 但是你众生你也应该要一心 不管一心称名 一心供养 门虽然广 如果没有一心 还是进不了门的 所以 《法华经》在分别公布 德评里面有说 持此一心服 愿成不上道 做什么事情 全部都是用这一个真诚的一心 确实的做到我们本意里面最真诚 最恭敬的那个心 来发挥做我们的任何福慧的事业 因为这个一心才能让我们回到我们本性清净的功德 如果真正我们有做一心去做的话 你的欢喜心会出来 你不会很无奈 你不会很悲苦 那我们这个就是个人去品尝那个功夫 如果我们讲说你想了半天 观世音菩萨这么灵感 为什么我呼喊了半天 观世音菩萨还没有感应呢 这怎么没有现前呢 观世音菩萨应众生之鸡 他是应以合身得度即现合身而未说法 那个应众生的鸡 那众生的鸡里面 众生的根基里面 菩萨他会观基 如果我们还可以消业障 我们还可以透过这一关功夫更好的时候 菩萨不会马上就下手 他就说没关系都我来 那我们全部赖给菩萨就好了 所以他的那个应以合身里面 有应顺的方便 最重要里面要怎么样度 他有他的无心 但是能够应众生的基 那应众生的缘 这个是讲说 有缘佛出世 无缘佛入面 为什么观世音菩萨就不限我的感应 有缘无缘在众生边 不在菩萨边 我们自己本身要跟观世音菩萨结缘 你的因人构生的时候 他就是千处祈求千处显 我们下一次就讲祭寿 对不起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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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